海洋俱乐部 我呀 这个身边的人都称之我为问题少年 所以呢我想问问现场的 尤其是女观众啊 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心目当中的最佳男友是什么形象的 我这样的 你标准太单一 其他的呢 比我高 比我帅 好好好 我收回这个问题 你们要的是不是这样的 小汤 是一位偏偏少年郎 却拥有和年龄不相称的稳重和智商 他有一八零的身高 一八零的智商以及一百八十道房子 外加一颗对你忠贞不渝的痴心 对吗 你们要的 是这样的吗 那么来自星星的你和超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道理呢 所有的大龄 未婚的 生女们 如果你们想找这样的男人 那么你们就只能去外星球了 那么 经过我们三百多位评委老师 六百多位司机和七百多个保安 都回备了 秉着公开公正相对公平的原则 从这两部爱情神剧 二十多位男一号男二号以至男七号当中 这时候该有音乐了 我们选出了最具娱乐精神 最具心和力 最具语言魅力的金牌男友 他是谁呢 你看这身高 好像比杜明俊还高一点 你们猜出来他是谁吗 我们 谁 我们一起倒数 三 二 一 大人谁能带出这事呢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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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我跟廣坤那是鬧著玩的 朋友們啊 今天呢我們唠了很多電視劇的事 我也涉足影視圈了 你們知道對吧 拍了電影香氣 不是香氣 是電影香氣 今天8月份上映 其實我這麼說呢 也是希望呢 我們的北方系種 能和韓劇或者是其他系種呢 有更多的融合 衝出亞洲走向世界 希望中國足球 也向我們學習一下